朋友们不关你们有没有剪过这种蔬菜 但是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它 回来吃过的都表示非常难吃 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蔬菜我们叫它羊货 又叫它羊货酱 但是和羊姜完全不同 这个羊货它是没有点甜味的 而且带点酱的味道 这个羊货发出来它的冷压周期特别一段 也就在百个月左右 这个就代表它已经开始在老了 在鲜味化了 所以说要尽快给它摆掉 那这个羊货到底是怎么吃的 今天我们就摆一点尝一下它的味道 哇塞 这个我才挤得多 必须尽快给它摆掉 不然就摆了 哇 浓浓的一股堵切的香味 拿回鸭 炒个腊肉再凉拌一个 参味道 羊货清洗一下 切的时候这样横着切 切点腊肉 如果凉拌羊货就在海水里面 盖过一遍 下入锅中 如果剩四分钟就要省 锅中加油 加入辣肉 清辣料 下午养活 下午养活 非常有食欲 因为是辣肉就不用加盐了 蘸点生抽 起锅 蘸点盐 一斤 生抽 醋 辣椒酱 两板羊货 就根据表味口味 紫薰防调料 羊货炒腊肉 两板羊货 这就做成两道我们的下饭菜 先来吃一块腊肉 哇 香 嗯 这个羊货如果是第一次吃 就有点接受不了它的味道 但是多吃几次 就会爱不吃瘦 就像吃鱼筋叉耳根一样 还有种独身的香味